新闻头条马上带您聚焦 立法院院会最后一周 今天起要进行连续五天的会议 而被国民党列为首要通过的美牛案 因为遭到在野党强烈反对 上午民进党就率先发动杯葛议事 并宣告未来五天绝不让国民党进行投票 而人数占优势的国民党也表态 一定要让美牛案闯关 民进党立委一大早召开党团大会 决定未来五天全面防堵国民党 以多数表决通过开放瘦肉筋 我们在这里很郑重的宣告 我们今天早上7点20分前沿总动员 前沿到齐 我们是发布120个小时五天的动员力 所以这个是展示我们太多的立场 第一次所有的立委打算24个小时 捍卫在主席台当中 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直接睡在我们的议事厅里面 在野党的宣示 预告本周立法院将上演朝野之间的表决大战 国民党如果用肢体动作 我们全民不会动手也不会动脚 我们只是坐在那边 那他们帮我扛走我再跑回来 他们帮我扛走我再走回来 如果台联他们这样建议 我们当然也会请张丁来把他抬出去 如果他这么建议我们也会配合他 配合他演出好不好 并对民进党台联亲民党联手杯葛美牛案表决 国民党团准备随时应战 务必让美牛案通过 在表决前一天 也找来卫生署长替受漏金安全容许政策作背书 国内的消费者如果经过确认 应使用含有安全容许残留 莱克多巴胺之美国牛肉而至中毒者 那么由政府负起责任给照顾 那么并代为向厂商请求全部赔偿 除了被国民党列为首要通过的美牛案 另外包括证所税 NCC人事案也将在院会上演表决大战 新唐人的电视副东曾经交流自营 台湾特别报道